各位飆物們,你們好 我記得我上次去這個世界龍中心的 Time Shop 那裏 就說過一系列的 Xeno 的手錶 Xeno 我上次也說過 原來Xeno 是介紹咒詩的禮物 或是諸神的禮物 真是超厲害 當然上次介紹的那些錶就搶購一空 尤其是手上鏈的手錶 我自己也入手了手上鏈的計時手錶 今天又看到這些手錶,是Xeno 的手錶 機械和手上鏈都有 譬如說這盤這四個 全部都是自動手錶 而且我現在給大家看這支 真是一看以為是一隻 Apple Watch 我覺得這支錶和剛才那支有 GMT 剛才那支是三針的 這個 GMT 是紅色,大家都看到 它橫是42mm Luck to Lucky 過50mm 這支錶真的頗有份量 它的機芯全部都是 ETA 的機芯 譬如說這支是 ETA 的 2836 這支是三針的版本 兩支都有這個日力槍 當然加多支 GMT 針當然會比較貴 不過看看大家喜歡哪一支 戴上我七吋的手錶,這支錶 Luck to Luck 過50mm 很有份量,而且真的很像一支 Apple Watch 機械 機械的手錶 當然 這支又怎樣呢? 這支很吸引到我,因為它是潛水的手錶 而且它有兩個錶關 另一支當然是用來控制時間 另一支是用來控制旋轉錶 這支又怎樣呢? 這個Luck to Luck 都頗大 也有46-47mm 厚度是12mm 厚度反而不是太厚 因為它的錶徑也有差不多 而且這支錶最特別是甚麼呢? 就是我給大家看了四支 一會兒會有另一盤,又有四支 但唯獨這支是潛水款 而且是有膠帶的 而且這支是防水100米 所以這支錶真的可以下水 它有膠帶,防水100米 我現在轉到二時位置的可以控制旋轉內圈 這支有些排泥感覺 但其實這支是一支潛水錶 100米,或者可以去游泳 有些復古味道 這支是頗特別,有膠帶 給大家看看夜光,也頗棒 這種設計的Zeno Watch 真的比較少見 真的比較少見 所以我一看都被這支錶吸引 剛才那兩支就好像Apple Watch 我覺得帶出來可以整股一下人 我不知道為何經常想要整股人 真的很奇怪 可以整股一下人 讓別人以為這支是Apple Watch 至於這支可以下水 非常配合夏天 不過這支錶也頗有份量 戴上我七吋的手錶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棒 有點像Lonjine的Legend Diver 又是兩顆的,有旋轉內圈 其他東西其實不太像 不過這支是Compressor style的手錶 有兩顆的 它就沒有做透底了 那就算了,當潛水錶 有水的,不做透底了 它寫作ETA 2836 咦? 剛才那支就有點不同了 亦都有這支Pilot Watch 這支有一件特別的 就是它那個Bezil 真是令我立刻想起 Pee-Pee Patek Philippe 的Cletrava 它有很多巴黎窩釘 它也推出過這種設計 所以這支錶本來就是飛行員手錶 可製作高級的感覺 再給你一個斯文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支錶真的蠻特別的 如果你沒有了這個芭蕾鍋釘 這支錶可能會比較普通 又是黑面、有日曆的飛行員手錶 但多了這個鍋釘之後 當然平時大的時候當然是反光 令大家都看到這個很漂亮的Bezil 所以我覺得這支飛行員手錶有些不同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這支手錶 它是自動,這支是30米防水 亦有一個日力槍,那會不會是用2836機芯呢? 因為剛才那支也是,先看看 原來這支也是用了2836機芯 亦有做透底,但還有7吋授握 這支錶當然是很高級 當然這些錶的價錢都非常相異 如果大家記得我上次介紹的很多隻Zeno Watches 就知道其實這支手錶也不會太貴 這些就是自動版本 價錢大家都看到了 待會再看另一盤 載了所有錶都擺在大家面前再看一看 你就知道真的很吸引 而且為何上次介紹完Zeno Watches之後 全部都賣光了 大家都明白,其實真的很吸引 很划算 而且它使用的機芯 全部都是ETA的機芯 不是說其他機芯,全部都是ETA機芯 好了,看完剛才那盤 就全部是自動版本的手錶 現在這盤就全部是手上鏈的手錶 嘩,我最喜歡的這種 mechanical movement 好,首先看看這支 一看,大家都知道是飛行員的手錶 包括阿拉伯數字 還有12時位置的三個人 加上那兩點,一看就知道是飛行員手錶 這支還有Date Convocation 以及小秒針 標徑都是41mm 也不會太大 其實飛行員手錶 通常都是比較大 所以其實41mm都可以 甚至我覺得大一點都可以 沒問題 我覺得它的小秒針真的比較少 我不是罵它 只不過就是覺得 如果一個小秒針可能大一點 可能就會 我覺得同這個12時位置 那裡有一個Zeno Watch 巴斯爾的飛機 可能會比較平衡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這支錶最有趣的是什麼? 其實它是限量版 限量版 而且這個機芯 可以看起來是否那些6498 但看起來又不是 因為它有日力的convocation 其實它這個機芯 就是ETA的6425 真的比較少見一點 6425還是限量版 剛才看到限量300隻 所以又加分了 又限量了 還有用這個比較特別的手上鏈機芯 不是見慣見熟那些 還有Date Convocation 還有小秒針的手上鏈機芯 帶上我7吋的手腕 這支錶當然是帥氣的 飛行員手錶 我現在很喜歡那些飛行員手錶 還有一些軍錶 還有這個版本 夜光不同色 還有這個就沒有了日力槍 不過機芯也應該是一樣的 兩隻都是限量版 但好像沒有日力的那個是比較多的 因為我看到它的限量號碼是500 剛才有日力的那個是300 即是再少一點的 這個機芯真的很特別 而且它也有點打磨 不是就這樣 甚麼都沒有 所以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這個 如果你喜歡飛行員手錶 手上鏈 還有你想買一隻特別一點的手上鏈機芯 可以考慮一下這隻 介紹完兩隻 還有這隻一看就知道 大隻一點的手上鏈機芯 這個小秒針在九時位置 大家斷猜 都會猜到它應該是用這個 這個ETA 6497 這隻是43mm 錶徑 剛才那隻是41mm 這隻是大一點的 氣勢又不同 Luck to luck 也挺長的 也有54mm 左右 這隻43mm 錶徑 54mm 錶徑 真的大隻很多 所以大家真的要上手試一試 看看是否適合自己 是否carry 到 這個羽毛以外 就是用這個ETA 6497 它的錶圈、Coin Edge Bezel 即像錢幣一樣 都是飛行員手錶常用的裝飾 即像譬如說ORUS Big Crown Pointed 8 都有用這個錢幣外圈 沒錯 看這個機芯 應該是ETA 6497 即是我把這兩種機芯給大家看 左邊是6425 右邊是6497 我覺得如果這樣看底部 就真的限量版6425 好像比較漂亮 因為現在這個 它好像露出來的位置 又不是太多 可能會開大一點的底部 就會看得清楚一點 不過我真的很喜歡 九時位置有小秒針 一看到這個格局 就令我想起以前很喜歡的Panera 都是用這個6497的機芯改裝 介紹完這三隻 最特別的那隻就在這裏 一看就知道特別 先量一量 這隻也有42-3mm 錶徑 也有差不多的 這個大小 至於厚度就不太厚 其實也在說12mm以內 這隻最特別的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 就是它的左把 一個錶關在左手邊 現在這些錶 真的越來越輕 是嗎 你 Rolex 會出 第二樣很銳利 就是它的12mm 是用橙色的 還有那裏有一支針網 我以為難道是 Power Reserve Indicator 應該不是的 其實這隻錶很簡單 只要把它調轉了 其實你就會看到 小秒針在六時位置 即是說這隻錶 其實是用這個 六四九八的機心 只不過它是180度地調 變成秒針在上面 這隻錶如果你戴在左手邊 就變成它的錶關 不會硬著你的手腕 也有一定的好處 而且它是12mm 而且是橙色的 這條錶帶 它的錶帶 也是橙色的 變成了整隻錶 就很呼應 而且活力感十足 因為橙色給人的感覺 就是很有活力的 其實我拍片的時候 都有很多其他錶迷 聞風而至 知道Zeno翻了這些錶 大家似乎都是對這隻最有感覺 我相信應該很快都清光了 這一款 但是我七吋的手腕 這隻錶真的完全不滿 你看看錶關的位置 然後小秒針的位置 還有橙色的軟素 還有剛才還未說 其實它的錶二、錶殼的打磨 其實都是很特別的 把四隻手上鏈機心 又放在這裡給大家看看 價錢都是六、七千元定價 大家也看到的 咦?剛才那些呢? 沒錯 再放出來 大大大大了 都看到價錢 其實原來最貴就是 Apple Watch 或者Zeno Watch 的Apple Watch版本 最貴的那隻就是GMT 所以賣這個定價是12800 還有這兩隻 這兩隻長輔人的手錶 其實它都是用了藍寶石上鏈鏡 還有是有弧度的 所以整件事 都是造工非常之好 換味十足 你也看到它大概 其實看完這八款錶 都是六千 至到六千多 至到一萬二千多港元不等 但是當然有優惠 如果你計算折扣之後 總之大家有興趣 就去到這個西九龍中心的 Time Shop的查詢 你看過這個頻道 一定有多些優惠 我不會逐隻錶說折扣 總之折扣完之後 大概大家預算是四千多 至到八千多的價錢 八千多大家也知道哪一款 四千多至八千多 這些錶真的造工非常之好 還有很特別 還有全都是用這個ETA機身 還有四款自動手錶 四款手錶 基本上你喜歡甚麼款都可以 還有潛水款 還有膠帶 真的你喜歡甚麼型 甚麼款的手錶都有 那觀乎上次的經驗 大家如果有興趣 要快點去看 上次真的清得非常快 我相信今次都不枉多樣 好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 還有我拍片 還未訂閱的 麻煩大家訂閱 按讚和留言 對我來說都很大推動力 我會繼續努力 找多些像今天那樣的Zenowash優惠 還有這麼有趣的手錶 還有隱世的錶行 和大家聊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分享 拜拜